大家好,恆子繼續上上落落,升一下又回一下 回得不深,升得也不高 可能近期大家都關注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FOMC,美國FOMC開會 究竟鮑威爾這次會變英還是變甲 還是不英不甲呢? 我比較傾向第三者,又不英又不甲 我覺得他會先play safe 所以美股近期都擔心他會加快收水和加息的步伐 可能會舒緩,美股又可能會彈一點 第二件事就是看著A股 因為A股近期算是不錯,很久沒見過3700點 前兩天,昨天星期一就見到的 雖然跟著都回回一點,但似乎勢好像OK 加上A股這一月效應這些東西 開始慢慢在市場裏面 就傳得比較緊要 所以見到散戶都開始入場 所以如果你說美國那邊是彈一點點 或者站穩,A股那邊又挨近3700的話 我想恆子見到23500、23600這些位 再做多次反彈上24000或24200 就絕對不奇怪 整個十二月都是上上下下的 雖然看淡的人都是佔多數 但中間都要被人反彈一下 所以短期我覺得見多次24000點 24200這兩個位